而除了升旗典礼 随着捷运绿线年底即将要通车 台中市政府也特别选在双十节这一天 抢先开箱了捷运市府站 让民众进站来参观 而除了有专人导览 现场还安排了两辆列车进驻 市长卢秀燕特别到场视察 并且化身为战务员 为年底的捷运绿线通车来做暖身 随着台中捷运绿线年底即将通车 市府也特别选在双十国庆这天 抢先开箱捷运市府站 一早就有不少人来排队 终结公司为了避免大家久候 还提早20分钟开放入场 短短小时就涌入3000多人进场参观 不少民众相当期待 特别用气球做成捷运车头造型合影纪念 相当的吸睛 因为今天是双十国庆 然后也是捷运的 让大家参访的日子 所以我特别制作了捷运公车的这个车头 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这次的一个喜悦这样子 我们早上五点就在市政府光阳排队了 对有拿到那个小礼物 我觉得动线还蛮顺畅 因为楼下都有那个警察在指挥 然后就是民众也有按照那个队伍在排队 期待非常非常期待 想快点搭新的捷运 之前都在台北搭而已 台中也可以搭 不忍心大家等太久排太久 所以提早开放 提早开放 八点十分就开放了 那今天看到大朋友小朋友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参观 那到目前为止参观的人数 大概已经破三千了 才短短一个小时已经破三千 现场除了有专人导览之外 在终结公司还特别安排两辆列车进驻 让大家提早体验搭乘乐趣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市长卢秀业也特别近战视察 并且化身为账务员 为年底的捷运绿线开通来暖身 今天以市长的身份 亲自来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到台中市政府捷运站来参观 中国地区过去都没有捷运 那搭乘捷运的公民规范 我们怎么样开始帮市民朋友建立 那第二个整个营运 要能够顺畅安全 这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 当然我们要做更多的捷运 也是未来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真正玩公通车以后 才是我们挑战的开始 卢市长也强调捷运绿线 在今年8月初就完成出刊 目前已经向交通部报情旅刊 如果顺利通过后 最快在12月就能够正式通车 开启台中进入捷运新时代 介绍波和台中厂报道